怎么感觉我要哭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 春秋时期一个离奇曲折的爱情故事 众多的霸道总裁 爱上了一个已婚的中年妇女 她的爱情故事呢 比小说还要曲折还要复杂 因为围绕着她呢 死了很多的人 包括她自己的儿子 还有陈国的君王 并且导致了陈国的灭亡 那古人对她的评价呢 是杀三夫一君一子 王一国两清 而且由这个女人啊 又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包括后来的吴国崛起称霸 包括吴子婿出逃等等啊 都是与她有关的 这个女人就是春秋时期 四大美女之一的夏基 这个夏基啊 她是出身高贵 她是郑国君主 郑穆公的女儿 她原本姓姬 后来就是因为嫁给了 陈国的大夫夏玉淑 不是你国公主啊 对啊 然后呢 她就跟夫姓姓夏 所以就叫夏基 所以按理说呢 你现在也应该跟我姓 你应该叫王章士 太难听了这个 夏基啊非常的漂亮 就是属于那种 看一眼 就会原谅她所有的错误 她下给夏玉淑之前呢 有一个相好呢 叫紫蛮 据说呢 是她的堂兄 但是这个紫蛮呢 她是福薄命薄 跟夏基相处了三年之后 就挂了 之前所说的杀三夫 一君一子 这个就是一夫 她男朋友啊 对 算是 不是她杀这个 就是她刻死的 所以也是归到她头上 凭什么说人家刻死的 然后呢 紫蛮死了之后 她就嫁给了夏玉淑 九个月之后 就产下一子 叫夏征淑 都说呢 就是十月怀胎啊 但是九月产子 这个夏征淑呢 就稍微有点怀疑 但是因为夏基时代啊 就是太漂亮了 所以就是 谁的孩子也无所谓 她就染了 但是现在你想啊 九月怀胎 三十六周产子呢 其实也是很正常 但是之后呢 这两口子就再也没有生娃 十二年之后 正值壮年的夏玉淑 也挂了 她呢 就是得病死了 这也就是杀三夫中的第二个 从此呢 这个夏基曲折的一生 就开始了 俗话说呢 寡妇门前适配多 更何况也是一个 貌美如花的寡妇 很多人啊 就早就寄予了 夏基的美貌 很快呢 陈国的另外两个大夫 孔宁和宜行妇 然后陈国的国军 陈灵公就找上门了 提亲来了 不是提亲 直接 要取 直接就先好 还取啥呀 然后都有老婆 天哪 这帮不要脸 然后这夏基呢 也是来者不拒啊 这三个人呢 就成为了夏基的座上宾 很多人就说夏基淫乱啊 要不然他干嘛不拒绝呢 一个单身的女人 带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是的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因为孤儿寡女嘛 孤儿寡母 孤儿寡女 你这 他要跟他儿子 有点什么事 孤儿寡母 对 你的小命就攥在人的手心里呢 这三个人都是坏人 你要不同 那也不行啊 而且第二个呢 古人在性方面呢 其实也是很开放的 就是不是像 现在咱们想的那么保守啊 就像老公死了 必须要手寡 不能改嫁 然后立贞接牌坊 是清朝之后才那个的吗 是从明朝开始的 然后到了清朝 就是愈演愈烈 清朝不是像女人 裹小脚要手寡 对对对啊 据说呢 是因为当时人口太多了 对真正的原因 就是计划生意 控制人口 然后陈灵宫 这三个人的银行啊 就全国就都知道了 但是这三个人呢 相处倒是很融洽 他们三个就轮流去 夏季家做客 更有甚者呢 就是在上朝的时候 这三个人啊 各自拿出夏季的内衣 来炫耀把玩 在众目睽睽之下 然后终于呢 就有一个大臣看不过去了 他就劝谏陈灵宫 让他呢 就是处理孔宁跟 宜行妇这两个人 陈灵宫呢 就是表面上 就是打理啊 好的好的 但是实际上 他呢 是恼羞成怒 他就把这个信息啊 偷偷告诉了 孔宁跟宜行妇 然后这两个人呢 就在陈灵宫的默许之下 估刺客 把这个大臣给杀了 所以说这三个人 都不是好人吗 从此呢 这三个人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然后有一天呢 这三个人在夏季家喝酒 聚餐 他们还真挺和谐的 是 不会忠忠致醋吗 喝酒的时候呢 哎 他们就拿夏季的儿子 夏征书开玩笑 陈灵宫就对 宜行妇说哈 哎 我觉得这个夏征书长得像你 然后那两个人呢 就说 不不不不 我觉得呢 他长得像大王 然后后来呢 他们又说 夏征书长得到底像谁啊 可能就是 连夏季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他 这些男人 你说这些男人 这么不尊重这个女人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夏征书已经成年了 然后而且呢 官拜司马 司马就是古代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官职 那么他早就对这三个人 非常的不满了 那这时候听到 他们三个人说这些 就是更加的忍无可忍了 于是呢 就射箭 把陈灵宫给射死了 然后那两个人呢 就一看 就马上就跑了 一溜烟就跑到了楚国 然后陈灵宫的太子 就跑到了晋国 这个 为什么呢 爸爸死了 他就跑啊 直接上位呗 因为夏征书是死马嘛 他手里还有点 现在有点实权 于是呢 这夏征书呢 就干脆资历为 陈国的君王了 这就是说的 王毅国两清 后来陈国呢 在楚国的帮助下 又复国了 当时楚国的国君啊 是非常有名的 楚庄王 就是后来的这个 春秋五霸之一 但是他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成霸 异性大臣啊 就是弑君夺位 在当时是非常逆天的大事 而且呢 这楚庄王啊 也找到了借口 于是呢 他就马上出兵陈国 就把夏征书 跟夏继抓回了楚国 然后把夏征书车裂 这就是杀三夫 一君一子里边的 一君一子 夏继好可怜 是 然后楚庄王呢 看见这个夏继 就直流口水啊 他就直接想把这个夏继收了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叫 深宫去屋的大臣 就劝谏楚庄王 说大王 你当时出兵呢 是为了帮助陈国铲除逆贼 结果现在呢 你是收了逆贼的母亲 那天下人岂不要怀疑 你当时出兵的初衷吗 你说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这个形象 这个人设岂不是要崩塌了吗 你还想不想称霸武林 一统江湖了 这个楚庄王呢 他是一个明君呢 所以一听 哎有道理啊 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的弟弟子法一听了 就热坏了 我哥不来 我来 是啊 大王不要 我要啊 哎这个深宫去屋呢 就又来阻拦了 他说公子万万不可啊 说这是个妖妇啊 他接连克死了子蛮 自己的老公 还有陈国的君主啊 而且呢 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并且害得陈国王国了 确实是不祥了 就天下美女人那么多啊 你何苦就是为了一个人 而折损自己的性命呢 然后这子法呢 确实是胆小 然后他一听 哎呀害怕了 然后就退出了 然后呢 哎又跳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叫莲颖相老 那莲颖呢 就是是他的官职 他呢 是楚庄王的手下的大将 是战功卓著 而且呢 是老年丧偶 于是呢 楚庄王就问屈屋 把下级许配给相老 你看怎么样啊 这屈屋这时候呢 没问题吧 对 就找不出什么理由了 他都一把年纪了 快死了 于是呢 下级就嫁给了相老 但是屈屋这个时候 是心如脚痛啊 他自己跟他惦记呢 是啊 哎呀我的天 他呢 不是出于啊 对国家 对同僚有多么关心啊 是因为他已经深深爱上了 哎呀我的天 这个下级 这个相老啊 收了下级之后啊 非常的高兴啊 但是呢 高兴了没几天 就是几个月之后 在楚沃跟晋国 著名的这个壁纸战中 这相老就被晋国射死了 而且呢 尸首呢 也被晋国带走了 这就是杀三福里边的第三福 阎尹轩老死了之后啊 他的儿子黑耀 第一时间不是想的是 把老父亲的尸首扬回来 是把继母娶过来 对 那与此同时呢 这个千代难逢的机会 去屋也是不能错过呀 他马上就派人 偷偷给下机传口信 就四个字 归五聘主 你回来我就娶了你 就是回娘娘 我给你下聘礼 这个聘是当时 最高的一个婚姻形式 是按照是正式的婚姻程序走的 那娶回来就是正好 对对对对 非常的隆重 是八台大教娶回来的 所以这叫嫡妻 妻呢 只有一个 地位非常的高 说你生了孩子以后呢 叫嫡长子 所以下机呢 就是非常的感动 自己以往的经历 那么凄惨 那么坎坷 然后被很多人还玩弄过 但是呢 有一个人 怎么感觉我要哭了 就是 也很感人啊 就是去屋 始终呢 不离不弃 愿意给她重新披上 庄严神圣的礼服 重新给她尊严 然后下机就答应了去屋 那么下机的娘家是郑国 刚好呢 是处在楚国与晋国之间 而且呢 郑国跟晋国呢 是盟国 于是呢 她就按照 去屋的计划 就谎称 郑国得到了 乡老失守的消息 让下机回去 迎接失守发丧 然后楚庄王呢 就问这个去屋 该不然让她去 去屋说 是啊 人入土为安啊 落叶归根啊 就是而且 乡老对楚国 有很大的功劳 说失守一直在敌国 这太不像话了 会让很多人寒心的 然后下机这会儿又说 我不把乡老的失守拿回来 我绝不回来 于是呢 下机就名正言顺的 就回了娘家了 那这么说 她和去屋是真爱啊 她也喜欢去屋吗 应该说 感动 感动 对 她没有跟去屋 怎么接触过 完全是感动 我觉得那会儿的女人 就是就像财产一样 逆来顺受的 她也没办法 跟她培养出感情了 没机会啊 对 因为那会儿黑药 不说要娶继母吗 就说 那个春秋时期 娶自己的继母 在那会儿 实际上不是什么 家里不打扰的事 对 不是什么特别 这个非礼的事 就好像就是 她继承了老爹的院子 房子似的 就继承一个财产一样 所以那会儿的女人 可能她也没有什么 愿意不愿意 只要谁对的好 就跟谁了 于是呢 屋屋就给下级下了聘礼 然后得到了下级兄长的首肯 那么万事俱备 也就齿欠东风了 只等着这个屋屋啊 去郑国成婚 但是这是一个大事啊 屋屋不可能随随便便的 就去郑国成婚呢 要万一让别人知道了 这是要掉脑子的事啊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 一等就是八名 哇 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真爱 那屋屋有没有老回啊 不知道 没提 我估计是没有了 因为你要下聘礼 娶她为妻嘛 妻就只能有一个嘛 那也是实情难以 像要妾呀什么的 那你都不用下聘礼 直接就娶过来了 你直接就进门了 那会儿下级啊 已经四十多岁了 屋屋呢 还是不离不弃 一直等待 一直寻找机会 直到是储庄王去世 储共王继位 屋屋呢 才找到了一个机会 他呢 就是趁着出使齐国的机会 偷偷呢 又把自己的家产 家世全都带上了 这个就是要叛国的结构 哦 是啊 然后呢 他到了郑国 把这个夏基接了 然后就直接投奔了晋国 因为这个屋屋非常的有才 能言善辩 而且是精通军事 所以晋国就封他为大夫 并且赏赐了封地 然后消息啊 传到了楚国 当时想娶下级的那个子反 就非常的愤怒啊 小了 原来你当时是骗我啊 然后他就联合了 一直跟屋屋有矛盾的自重 就把屋屋的族人 还有黑药的族人 全部给杀了 关黑药什么事啊 因为他也要去下级 要图谋不轨吧 是 然后呢 就把情敌也干了 对 然后和他们两个人呢 就而且瓜分了他们的封地 然后屋屋知道这个消息啊 也是非常的愤怒 他决心要替自己的族人报仇 于是呢 就向晋国的君主 提了一个皮楚之计 就是支援经常受到 楚国欺负的吴国 然后让吴国骚扰楚国 那会吴国呢 就是蚂蚁之地 就是呢 吃啥啥不胜 干啥啥不行 于是呢 这个屋屋呢 就亲自到吴国 帮吴国训练军队 就有点像现在美国经常干的事 然后有了晋国的支持呢 这个吴国呢 果然就是快速成长起来了 于是呢 就经常讨伐楚国的一些蜀国 然后灭了屋屋族人的子返和子重啊 就疲于奔命 就一年之内啊 来回奔波之缘达到七次 最后这两个人就活活累死了 没多久生病就死了 要不要那么拼命啊 那没办法 这个夏基呢 就是嫁给了屋屋之后 就从此就过上了他的幸福生活 他的故事呢 之后就再也没有提 但是他引起的蝴蝶效应 却是没有结束 一个是刚才说的啊 吴国在屈屋的帮助下 快速了崛起 后来呢 果然就是击败了楚国 他成了一方的霸主国 第二个呢 就是当初楚国评判 去抓夏征书的时候 然后顺便呢 又去打了郑国 因为郑国呢 是晋国的盟友 所以晋国呢 就过来支援 然后两个国家呢 就在毕城开战 然后夏基的第二任老公 乡老也就是在这被杀死了 那会儿呢 就是楚国呢 已经是很强大了 所以他想跟晋国 当时的霸主晋国 想适不适不 但是在楚装王之前呢 就是历次的战争啊 都是楚国吃亏 所以那会儿呢 楚国实际上心里也没有底 然后这个时候呢 晋国呢 就派人说要议和 那楚装王一想呢 已经给我面子了 差不多就行了 就要收兵 那么其他的大臣呢 也同意议和 但是呢 就是只有一个人 他不同意 他就是吴子戌的爷爷 他说 跟晋国打仗 我们肯定能赢 然后楚装王就听了他的建议 最后呢 果然就在毕城打败了晋国 从此呢 楚装王就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嘛 吴子戌的爷爷呢 也因此得势 武家崛起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书大招风啊 于是就有后来 吴子戌家族受到谗言迫害 然后吴子戌呢 就逃离了楚国 最后呢 帮助吴国 差点把楚国灭了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呢 都是源于一个美丽的寡妇 夏季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喜欢我 或者喜欢我老婆 请点击订阅 点赞 并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可不想当夏季 别别喜欢我 哎 哎 哎呀我天哪 还没开始听 我就大声哈欺 你这故事要不精彩 我家伙就睡着了 直接 哎 怎么很快呢 陈伯的 等会等会 夏季夫是他老公死了 是吗 对啊 我以为是他儿子死了 我想十二岁 怎么正式壮年呢 是不是 他儿子的名字 和他爸的名字还像吗 听着上根里啊 对 拿双纸给我 这点掐了别放啊 哎呦我天太丢人了 完了 他长得漂亮 也不是他的错呀 啊是呢 要说都是你不知心的日呢 我没 我干嘛 我 我 不是我们 是他们那些 那些男人 反正就是你们男人 一看人家长得漂亮 然后就开始心怀不顾 然后就开始 就干那些 那些事 我们都是视觉动物 我们俩都会去年纪居 都是你 是我 的 我们俩都会这样 我们俩都会去年纪居 高兴 那些 答案 你 词 我们俩都会去年纪居